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可以这么频繁的出去旅行 我都是怎么样就是知道一些旅行的机会 或者说是怎么获得这些旅行的机会的 好那今天呢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一次的分享会有三个部分 就是说通过三种不同的渠道获得免费旅行的机会 那第一个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些微信公众号 首先第一个呢是叫做大学生赛事资讯 那这个平台呢它平时会分享很多的 就是关于大学生还有研究生的一些比赛 以及呢也会有很多义工旅行 还有一些就是海外志愿者这样的一些资讯的分享 那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公众号去找项目 然后报名参加就可以了 那第二个呢是青年旅行体验这个公众号 那这个公众号其实我也是在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关注 算是很早了这个公众号 然后呢它主要就是跟旅行相关的一些体验 比如说像义工换速旅行 志愿者这一类的都特别的多 大家可以到这个平台上也去看一下 那第三个呢是Klook客户旅行这个公众号 它本身呢是一家售卖旅行产品的一个网站 但同时呢它也招募旅行体验师 也就是说如果你本身非常擅长就是写攻略 然后很擅长拍照的话 你完全可以去申请它的旅行体验师 这样子在它这个平台上售卖的所有的旅行产品 你都可以免费体验 所以我觉得这个平台还是蛮适合大家的 尤其学生党很多时候 尤其是像去欧洲啊或者是美国这种比较远的地方 就是路费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交通费 然后还有一些体验项目都非常贵 如果能够申请上它的这种旅行体验师的话 真的非常棒可以省很多很多的钱 那第四个呢是叫做刺猬体验 这个呢也是我很早以前就关注的一个公众号 主要也有义工换素 然后志愿者这样的一些项目 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来了解到 其实这些平台都有一点类似 而且有时候呢他们可能会发同样的东西 但是呢就是我建议大家还是多把它们关注上 因为每个平台发的内容多多少少 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嘛 你多关注一些频道 你能获取资讯就更加的多 那第五个呢是这个 High World青年国际交流社群 这个名字真的有点长 对 然后这个呢主要是会有很多那些出国交流和交换的一些机会 然后呢如果你本身成绩比较好 然后考了托弗亚斯的话可以上去申请 我最近看到它有一个2020年的澳大利亚政府 提供的一个研究培训计划奖学金 就是这个呢就是还蛮适合 如果你本身已经是硕士或者博士的同学去申请 因为它整个所有的费用都是全包同时呢 它还会让你去就是一些政府部门去执习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还挺好的 然后第二个部分呢就是通过一些大型的旅游网站 首先第一个比较知名的就是穷游网 那穷游网主要是做出境旅行比较多 大家可能很多人听的更多的是另一个叫马蜂窝的一个网站 那马蜂窝呢它就是境内和境外都会有 那这两个平台呢都有针对大学生的旅行基金扶持计划 这个根据每年的情况可能都有不太一样 那费用也有高有低 大概是一万到三万这样的一个区间吧 因为它会有不同的等级 比如说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 那可能获得的金额就不太一样 那第三个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比较大型的活动和一些基金会提供的一些钱 比如说有一个叫做间隔年gap year 这个呢是中国间隔年基金会他们提供的 总共呢会选拔十个人 那这个年龄阶段是18岁到28岁之间的再读大学生 那大家可以申请这个钱 他每年会选三个人给三万块钱 然后选七个人每个人给一万块钱 然后去资助你的这个间隔年计划 计划一般是三到十二个月 就是你需要写一个完整的 你这个间隔年期间你想要做什么 然后去提交申请 然后最后他们会经过一个筛选 然后获得一个名单 大概是在每年的四月份左右开始申请 然后八月份就会开始进行这个计划 也就是说大概持续的时间 会有四个月左右的一个申请时间 还挺久的其实 然后这个计划现在知道的人也挺多的 所以很多人会去报名 我也有朋友其实是申请上这个的 我觉得还挺厉害的 需要你有蛮多特长 等一下下面我会继续来讲 都具备什么样的特征 才能够更容易被他们选中 那另一个比较知名的一个活动是周大福 他们的一个丝绸任我行这样的一个活动 每年他们都有这个活动 我知道就已经进行了有四年了 就是我从大四的时候就知道有这个活动 然后到现在就是研究生三年都已经读完 然后这个活动还在持续 那他每年的招募时间是四到六月份这个时间 然后选择的人呢会是两男两女 就是会选四个人 你会获得一个非常高额的奖金 首先呢是你整个旅行的费用 他会给你cover掉 旅行费用呢大概在九万块钱左右 然后每个月他还给你发工资 一个月的工资是两万块钱左右 然后再加上就是周大福 他本身是一个做饰品啊 然后还有那种各种项链什么的 一个珠宝品牌 所以呢他也会提供一些饰品给你 所以最后你的旅费 加上你每个月的工资 再加上那些饰品总价值会达到15万块钱 真的是一笔非常巨额的数字 所以呢我非常鼓励大家去参加 但是周大福这个活动 也是现在就是知道的人比较多 然后呢他每年 我记得我有一年报过 当时因为我报的太晚了 然后呢他是要投票 然后投票呢 其实就会存在 有一些人会去刷票什么的 所以就是如果你想参加这个活动 就尽量越早开始申请是越好的 我记得去年的时候 会有一个朋友去申请了 然后当时就是 费了很大的劲投票 但最后还是比拨 有时候这种东西挺难讲的 就是你可能选上了就选上了 那可能没选上 你其实会觉得有点遗憾 因为这个机会其实真的蛮难得的 你获得这样的机会 然后获得了一笔这么大数目的钱 然后你去旅行 其实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世界 而且我觉得最主要是你的旅行计划 是不是足够吸引人 因为他每年这个项目的话 他是会选20个人先选出来 他还会再进行一个就是 相当于是中间阶段的一个PK吧 然后最后才会选出4个人 也就是20选4 相当于五分之一的机会 那这个20选4的时候呢 他主要就是看你的这个旅行计划 和你整个人展现出来的一个就是能力啊 什么各方面的综合素质 我自己呢其实总结了一些经验 就是说如果你想申请上述 我所提到的所有的这些免费旅行的项目 或者说任何一个 你在大学里想要参加的一个活动或者项目 我觉得你肯定需要具备一些技能的 首先第一个 你本身个人一定要是一个非常喜欢记录 并且热爱分享的人 第二个呢 如果你会拍照和剪辑的 那肯定是特别加分的 第三个呢 一定要有比较强的一个文字功底 因为大部分这样的活动它最后都需要你产出一个图文的内容 或者是视频的内容 这些都是需要文案的嘛 然后第四个呢 就是最好有遗迹之场 比如说你滑雪特别厉害 或者说你唱歌或者跳舞等 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个你自己特别擅长的一个专长 第五个呢 就是如果你本身是有非常丰富的经验的话 那肯定是更好的 比如说你旅行的国家非常的多 或者说是你拍的照片什么的非常的多 拿过一些奖的话 那肯定是更有竞争力的 第六个呢 就是关于你个人的影响力 因为现在就是人人都是自媒体嘛 如果你本身在小龙书 抖音或者微信 或者是微博上面有小小的影响力 再或者是B站 对 有小小的影响力的话 那肯定是最好的 最后一个呢 其实就是关于年纪 因为呢 这些大部分都是针对学生的嘛 如果你本身年纪非常小 然后呢 又有非常丰富的阅历和经历的话 其实还蛮吃香的 因为大家会默认 就是如果你的年纪比较长的话 他肯定会觉得说 你需要有更强的一个能力 才能够支撑起这一次的活动 但如果你年龄比较小的话 他会觉得 那就是你本身已经精力挺丰富 那就是不然再让你尝试一下 就是新的挑战这种 所以呢 很多时候评审 好像也蛮看重这个年龄小这个的 所以呢 就是我觉得现在很多看我视频的 其实大家可能年龄都比我小吧 我觉得你们还是很有竞争力的 对 好 那今天的这个视频呢 干货满满 同时呢 也有一些就是分享的部分 那也希望大家喜欢这样子的分享 那我们下一次再见 再见